曾文正宫家训 咸丰九年三月初三日 清明 自欲记责 三月初二日 接耳二月二十日安丙 得知一切 内有贺丹路先生墓志 自是刘美天谷开张 揽知欣慰 为肩价间有太松之处 上当加工 大底写字只有用笔 解体两端 学用笔 许多看古人墨迹 学解体 许用油脂抹骨贴 此二者解绝不可义之理 小儿写影本 肯用心者不过数月 必与其魔本字相效 无字三十时 以解古人用笔之意 只为欠去兼价功夫 便耳作字不成体断 生平欲将柳成玄 赵子昂两家 合为一炉 亦为肩价欠功夫 有志莫岁 而以后 当从肩价用一番苦功 每日用油脂抹铁 或百字或二百字 不过数月 肩价与古人逼笑 而不自觉 能和柳赵为一 此无之夙愿也 不能 则随而自责一家 但不可见一思千 不特写字 以模仿古人肩价 即作文 亦以模仿古人肩价 诗经造句之法 无一句无所本 左传之文 多现成句调 杨子云为汉代文宗 而其太玄模意 法言模论语 方言模尔雅 十二针模鱼针 长阳父 模难属父老 解朝模客难 甘泉父 模大人父 聚琴美心 模风扇文 简不许禅于朝书 模国策信陵军 见法韩 基于无偏不模 即韩欧增苏 诸巨公之文 亦皆有所模拟 亦成体断 而以后作文 做师父 均以心有模仿 而后肩价可立 其收效教素 其取境教辩 前信教儿暂不必看经义术文 今儿此信 言夜看三本 如看得有些滋味 即一直看下去 不为或做或错 亦是好事 为周礼 以礼 大代理 公 古 尔雅 国语 太岁考等卷 而向来未读过正文者 则王室述文 已暂可不观也 而思来影醒进 甚好 于一丝 尔来一见 婚期既定五月二十六日 三四月间自不能来 或七月近省相试 八月底来影醒进一刻 身体虽弱 出多难之事 若能风霜磨练 苦心劳神 以自足肩筋骨而掌实剑 原府书向最雷弱 近日从军反得壮剑 意其正业 怎五松生之君臣画像 乃俗本 不可为典要 奏者稿当超以目录复归 于详诸书信中 二同 三 二同 一同 八月 二季 感谢观看